最后一支拿来用了 就没有被评了 这两个外馆进不来 它早晚会死掉 那先把它掐了就解决了 儿子的救命气切馆被挡在海关 让妈妈一度急到像作傻事 因为过关的证件 镜头同意书 切结书 药品外装目录都准备了 但气切的馆套就是被挡在海关 法律一堆我们也看不懂 我这个公司气切馆是异财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 我查一个气切两次 怎么查都查不到 家属说七年前 他们买了六支气切馆套 因为一采样贵 他们舍不得淘汰 没想到台湾经销商断货 父亲党上网从德国买 东西却卡在海关 官方说需要食药署核准 他们上网查 依规定填单 海关还是不给过 但钥匙管子不换 就有致命风险 没有这个不能装呼吸器 然后就两天就气血了 他如果有标准样本给我写 我觉得好办 问题是上个礼拜 我们那个社工给我的样本 和今天给我的样本都不一样 躺在病床上的张恒均 拥有严重肌肉萎缩症 必须察管气切 曾经货班总统教育长的他 这几年来全靠爸妈细心照顾 得钥匙清洁管套再不来 爸妈真不知道该如何撑下去 他总共有12盒的产品 但是没有告诉我们12盒产品的数量 就每一盒产品有多少数量 原则上要说明清楚 这个进口产品的数量 为什么是6个月的用量 食药署表示依照规定 一彩一次只能进口6个月的用量 家属只要补单确认数量 就可以完成手续 目前已经跟家属取得联系 希望在年前可以让救命的气切馆 及时送达 借刘创配如高学报道